美国科学杂志刊登的一份最新报告写是,研究人员借助欧洲航天局火星快车号探测器呆呆的雷达设备,首次在火星上探测到一处地下湖。 大星社25日人影报告内容报道,地下湖位于火星一处冰层下,宽度大约20千米,是火星上迄今发现的最大液态水起。 澳大利亚思维本大学副教授埃伦达菲说,这一发现令人震惊,现实火星上的水可能持续存在,被生命长时间存在提供条件。 只是,专家对湖里是否存在微生物有争论,一些人质疑这种可能性,认为湖水的温度和咸度可能无法支持微生物存在。 一些人对新发现持不同境界,美国西南研究院空间学系高级研究员大维斯蒂尔曼告诉法金社记者,这一发现虽然令人震奔,还是获得其他探测器和设备的证实。 他提及,美国火星探测轨道飞行器所踏在,由意大利航天局制造的一种更高频率雷达设备shared,没能发现火星地表下的水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